那你怎麼會說台灣人不要釣魚苔的土地 然後只要漁業權 我在日本外戶神在問這個問題 我說這樣好了 先解決我的民生問題 那個有爭議的後面處理 至少因為對我來講 因為我去蘇阿漁港的時候 他們就抱怨盡愛捕魚受到很多限制 被驅趕或是被罰錢 所以說能不能我們先 台灣人民要人先幫我解決 那個有爭議的後面再處理 我也擔心你這樣子的言論在台灣引發爭議 在主權上面你沒有辦法去表態 就是說釣魚台的主權是台灣 我的態度是這樣 有爭議的後面處理 沒有爭議的先 但是也不要為了說一直在主權 然後台灣的漁民不能去補育 這更嚴重 所以我的態度還是這樣 先解決現在的問題 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解決 范雲說你經常性別歧視 就是職場性騷擾的一種 你怎麼解讀 我需要回應每一個人的話 不需要吧 所以不用理他